为什么过了三分钟还不出来 啥叫不肯走吗 反正也是拼 当然多拿点龙 其实应该每个人拿把KK指着他们 抢劫抢得那么精光 这个心狠手辣的男人就是山哥 这帮劫匪为他马首是瞻 他曾经策划多次打劫行动 从未失手 山哥是个犯案天才 他不仅对躲避警察追捕 有丰富的经验和巧妙手段 更重要的是 他居然能感应到身旁警察的出现 这天早上 山哥坐上了一班双层巴士 上车后 他仔细观察了下车内的情况 进行挑选之后 才慢慢走到一个小女孩身边坐下 随后放开书本 玩起了速读游戏 而他旁边的这个 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女孩 正呆呆地听着音乐 可目光却一直放在 一个邋遢的中年男人身上 邋遢男人迷迷糊糊睡了一路 汽车的晃动突然把他惊醒 原来他以为自己做过了战 手中的报纸掉在了地上 慌乱中还撞到了一个女人 这些细节都没有逃过小女孩的眼睛 终点站到了 山哥神色匆忙地消失在了人群中 而邋遢男却选择了跟山哥相反的方向 小女孩下车后没有犹豫 直接尾随邋遢男跟了上去 女孩发现 他在八秒通话内记下了一个号码 接着又来到一个公共电话亭拨了回去 通话一分半之后 邋遢男便撕下记号码的纸 扔进了街边的垃圾桶 男人最后来到一家茶餐厅 女孩换了外套后 也紧跟着进入 而山哥这边却来到了一间珠宝店 在路过珠宝店前时 故意避开了摄像头 随后又绕了回来 再一次在马路对面 仔细瞧了瞧里面的动静 随后他便登上了珠宝店对面的天台 看到胖子和高个已经就位 他们分别在珠宝店两侧 这样可以随时监视来往的行人 这巡警出现之后 山哥便开始计时 可就在这时 接对面男人手里的鸡腿吸引了胖子的目光 他两口消灭了手里的鱼丸 来到了对面便利店 刷卡也买了只鸡腿 可这时 在这劫匪的汽车 已经快要到珠宝店门口 好在胖子及时赶回原地 山哥虚禁异常 三个劫匪下车后 直接持枪闯入珠宝店 山哥也开始了三分钟的倒计时 劫匪们动作迅速的控制住了现场 可店员还是趁乱 按响了报警器 这让其中一名劫匪非常愤怒 开始不听指挥 殴打起了店员 可眼看着时间所剩无几 门外负责望风和接应的同伙 都不约而同地紧张了起来 三分钟时间一到 巡警已经出现在了路口 胖子开始慢慢向巡警靠近 准备随时干掉它 就在这时 劫匪们终于急匆匆地跑出来了 接应的同伙 用卡车阻塞了交通 然后飞速窜上轿车 和劫匪们一起驾车逃离现场 看到打劫成功 紧张的胖子 这才把枪放回兜里 山哥和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淡定地离开了 而就在刚才珠宝店被打劫的同时 女孩的跟踪也引起了邋遢男的怀疑 于是他来到女孩面前套起了话 女孩一脸无辜 说自己根本不认识男人 但男人却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反复继续追问 见女孩从容淡定的样子 邋遢男感觉自己确实认错了人 刚起身准备离开 又好像突然想起什么 女孩被男人突然一问 竟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 男人忽然叹息一笑 原来他竟然是刑事情报科 跟踪对警长黄文展 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 黄警长对女孩的考核 便正式开始了 从几点下车 到打了几个电话 电话打了几秒 往垃圾桶里扔了什么东西 女孩全都对答如流 随即黄警长又问起了车上的情况 你碰到一个女人 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大约30岁 身高五尺三寸 女孩的记忆能力 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可他还是漏看了 捡到报纸的男人 看着手足无措的女孩 黄警长告诉他 情报科跟踪队 可不是那么好近的 要看到所有的事情 同时也要记得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今天的考核不合格 见他满脸失望 黄警长又因为 他一点也不像警察 而最终决定还是收了他 就在这时 电视上正在播放 刚才发生的那期抢劫案 女孩的第一个任务 也即将随之而来 抢劫成功后 劫匪们在天台准备烧烤 以示庆祝 可姗姗来迟的山哥 却闷闷不乐 他问负责抢劫的头领 为什么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还不出来 可一旁的劫匪却觉得 应该大张旗鼓地抢 这么多人都不是吃闲饭的 山哥智商不低 眼见小弟如此愚蠢 抄起一旁的铁叉 就要结果了他 可就在剑拔弩张之际 众人却都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转向一旁 原来那边 有更好看的节目正在上演 对面大楼里的女人 正在一件一件地脱衣服 很快 女人完美性感的身材展现得出来 就在马上进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随着大伙的一声叹息 刚才紧张的气氛 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山哥也吩咐大伙开始烧烤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事 是一顿啤酒加烧烤解决不了的 但山哥还是一再叮嘱大伙 山哥的担心很快就应验了 警方在吊起珠宝店附近街道的监控录像里 发现了线索 原来胖子掏枪和收枪的动作 引起了警察的怀疑 警方很快便调出了他在便利店买鸡腿的录像 随后又通过他的刷卡记录 查到了他的巴达通 从而根据消费记录 锁定了他的大体居住范围 于是跟踪胖子的任务 就交到了山哥的跟踪队这里 今天是女孩第一天上班 原来女孩名叫何家宝 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她的代号变成了猪女 而她的顶头上司 黄警长的代号为狗头 整个跟踪队的代号 简直就是一家动物园 而这位布狗言笑的督察 就是这间动物园的园长 园长分配好任务后 跟踪队的所有人整装出发 他们要前往胖子家附近 在不被他察觉的情况下 顺着他这条线 找出他的所有同伙 由于猪女是第一次出任务 怕他年龄小过于紧张 狗头便让他跟在自己身边 随时教授他一些跟踪的基本常识 当狗头的车子到达指定任务地点时 跟踪队的队员们早已就位 他们遍布整个街区 地铁口的商贩 推销员 司机 装卸工 还有形色匆匆的路人 跟踪队已经在这一带层层布控 就等胖子出现了 跟踪队的工作并不是抓捕 而是监视和跟踪罪犯 所以无功而返是家常便饭 运气有时候对他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狗头就曾经有一次跟丢了目标 可没想到 等他下班回家后却发现 目标竟然搬家成了他的邻居 狗头并不负责具体的跟踪任务 他只是在车里巡视所有的布控点 随时根据情况调整人员的装扮和位置 而在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 经常也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 但只要不影响任务正常进行 跟踪队是不会出面干涉的 就像没看到一样 即便是看到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跟踪队也依旧按部就有班熟视无睹 因为他们知道 执行任务的并不是只有他们一个小队 他们的背后还有整个刑警队情报科 而执行坚持任务是非常枯燥的 狗头却总有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于是所有行报科的队员 就在狗头这种所谓的真人真事的荒诞故事中 度过漫漫长夜 狗头也经常说 运气对于跟踪队来说是很重要的 这一步猪女的运气就来了 一个偶然的瞬间 猪女发现了一个貌似胖子的身影 目标出现 狗头立刻通知 埋伏在胖子必经路线上的队员 上前确认目标 但由于不能被目标发现打草惊蛇 所以队员无法直接从正面辨认目标身份 而猪女则一直悄悄跟在目标身后 随时汇报她的行踪 而此时 鸭仔正躲在便利店对面的暗影之中 目标买了一大堆零食来到柜台结算 就在她转身的一瞬间 目标身份确认 正是抢劫案当天监控录像中的胖子 狗头立刻派人进行跟踪 获取她的具体住址 跟踪通常都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 为了防止引起目标怀疑 队员们总是经常换装 以不同的形象进行接力跟踪 最后 狗头坐着一辆看似偶然经过的汽车 完成了今晚的最后任务 确认了胖子所住的楼洞 这天清晨 山哥又出现在了一间金店对面楼顶的天台 在记录下了巡警打卡时间后 他又通知同伙拨打报警电话 从拨打报警电话开始 山哥就开始计时 当警员匆匆赶到现场时 山哥确定了这次打劫的时间 四分钟之内一定要离开现场 而胖子这边 对警察的跟踪却浑然不觉 当他又一次采购大量零食回来的时候 却不知道猪女早已在电梯口等候多时 猪女人出无害的模样 并没有引起胖子的怀疑 二人一同步入了电梯 可进了电梯 胖子却并不急着按楼层 而是等着猪女按完以后 他才伸出手按下了八楼 胖子在八楼下电梯之后 迟迟听不到电梯关门的声音 便停下脚步 回头查看猪女是否跟来 猪女听不到脚步声 也察觉到了异常 立刻按下电梯按钮 胖子见电梯关门 这才放心回家 第二天 两个人又同时出现在电梯里 这次猪女从一上电梯 便开始在包里翻炒东西 就在电梯行至八楼的时候 猪女包里的一大把零钱 洒落一地 猪女赶紧冲出电梯 一枚一枚地把钱捡回来 胖子也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并没有起疑心 而猪女则借着这个机会 终于看清了胖子的住所 随后便将藏有监视器的烟盒 放在了胖子家门口隐秘的位置 随后自己躲在楼梯间 观察走廊的动静 可是却看到胖子的邻居 提着一个非常巨大的铁笼子进了屋 猪女也默默记下了这个反常的举动 不一会儿 胖子就开门将生活垃圾 扔进门口的垃圾桶里 猪女随后走上前去将袋子拎走 与此同时 一名跟踪队员也拿着一个 一模一样的袋子又放进了垃圾桶 猪女将垃圾带回警局 可面对一大堆生活垃圾 猪女却无从下手 只知道翻找零食袋子 还是狗头手把手交他 重要线索往往会藏在一些碎纸屑中 于是在狗头的指导下 猪女很快在一大堆垃圾的碎纸屑中 拼出了一张完整的电话费账单 跟踪队的效率很高 顺藤摸瓜 很快就把七个劫匪的底细查到一千二处 同时还查到了他们的行踪轨迹 原来 最近这七个人经常聚集在一栋旧楼里 警方随即通过监听监视等手段 知晓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但哪一个是他们的头呢 同时根据通话记录和行动轨迹判断 匪首应该就是这个叫做冰人的家伙 可局长在看过监控录像后却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他看到劫匪们开会时 经常会有人随意走动 这显然说明劫匪们并不愿意听他的 由此判断 冰人并不是首领 他们的背后一定还有一个隐形首领 于是跟踪队奉命开始找出这个隐形人 到了劫匪行动的这天 他们的行动计划早已被警方摸清 从出发开始就有警车一路跟踪 随时准备抓捕 而山哥还像往常一样 准备前往作案地点指挥 就在他经过准备打劫的金店时 被狗头看到 虽然没有引起狗头的怀疑 但是狗头却默默记住了这个 曾经在金店附近出现过的人 山哥来到天台观察周围动静 但突然之间 他好像有了不好的预感 山哥对警察的嗅觉是一种天赋 只要附近有警察 他就能在第一时间察觉 山哥立刻给冰人打击电话 通知取消这次抢劫 劫匪们在得到通知后 迅速离开现场 但山哥打给冰人的这通电话 却被警方察觉到 很快便获取他的手机号码和定位 电话号码是99031278 电号显示是河里活到达 现在找到了士德正吉 狗头命令其他队员继续跟踪劫匪 他决定亲自跟踪隐行人 狗头根据总部发来的情报前往 但很长时间 信号源迟迟没有移动 他随后便向猪女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猪女立刻告诉他 目标不动是因为他并没有乘车 而是在步行 狗头就是这样 不断在实战中 一点一点的把跟踪经验全部交给猪女 与此同时 逃窜的劫匪已经来到一座高架桥上 这里是抓捕的最佳地点 在得到上级的指令后 跟踪队撤离 重案组准备发动攻击 他们先在一段单行道上前后包抄劫匪 这样劫匪便失去了逃跑的方向 而此时劫匪也早已发现了跟踪的警察 率先朝跟上来的警车开了火 对象的警车见状 立刻将车子横在路中间挡住劫匪去路 车与劫匪交上了火 开轿车的劫匪当场中枪 其他人只能下车 以轿车为掩体继续还击 就在这时 后面的货车轮胎也被打爆无法动弹 胖子等人也下了车 劫匪的手枪根本不是警察重火力的对手 很快便被打得不敢露头 驾驶轿车的劫匪也彻底没了呼吸 脑袋失去支撑 撞在方向盘上发出的喇叭声 似是在宣告他们的失败 就在此时 桥上的两伙劫匪 发现了一处可以逃命的人行步道 顶着警方的火力 开始向桥中间靠拢 由于失去了掩体 很快便有三名劫匪重弹倒地 七个劫匪此时只剩下三个 而他们也顾不上受伤的同伙 跳下人行步道逃走 劫匪这次损失惨重 而山哥这边也好不到哪去 此时的狗头和猪女二人 也已经离他越来越近 二人通过总部提供的情报 已经将山哥逼到一个下沉广场 但广场上有很多人 信号无法更准确到哪一个人身上 于是情报科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 给目标打电话 随着山哥的电话被接起 狗头二人飞速地开始在广场 寻找接电话的目标 可在同一时间 打电话的人太多 一时间竟无法辨认 于是狗头让总部继续拨打电话 可这一次山哥却没有接听 直接告诉他 此时身边就有警察 而且他的电话也已经被跟踪了 于是山哥卸掉了手机电池 而这也使得警方总部 失去了目标的信号来源 就在警方即将与山哥擦肩而过之时 狗头想到了一个办法 狗头一下就认出了山哥 他正是今天在金店附近出现过的那个人 但山哥虽然知道自己被警察跟踪 可却并没有认出狗头二人 于是他们前后包抄 猪女偷偷假装打电话 拍下了山哥的一张侧脸照片 随后将照片发给了总部 不过山哥也是个反跟踪的高手 狗头反复在自己身边出现 他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正当他准备向狗头动手的时候 狗头却突然消失 狗头通过通讯器告诉猪女 自己已经暴露 跟踪山哥的任务 接下来就只能由猪女来负责了 由于怀疑自己被跟踪 山哥显得疑神疑鬼 很快便被一个巡警发现了异常 叫助他查看身份证件 现目标被警察拦下 猪女只能向狗头汇报当下的情况 而自己则继续在暗中观察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山哥竟然敢当街袭警 只见他迅速掏出凶器 在警察身上连筒树下 最后将其逼到角落 随后用警察的配枪 将警察打倒在地 而山哥则落荒而逃 猪女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他见警察还在挣扎 连忙冲上前去打算急救 现在在他的眼里 救下这个警察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在狗头的反复呼叫之下 他才只回复了一句 由警察中枪 之后便再也不回复了 时间就在猪女的手忙脚乱中 一点一点过去 警察的伤很严重 颈部大动脉和腹部的血 根本止不住 耳机里 狗头的呼叫齐齐笔伏 此时的猪女 已经将跟踪队的原则 抛到了九霄云外 有什么能比抢救一条鲜活的生命更重要 可是他却并没有意识到 正是他的这次冲动 导致了整个情报科 甚至是重案组的这次抓捕行动 彻底前功尽弃 猪女不顾一切的 从包里掏出所有能用的东西 试图堵住警察的伤口 可一切都是徒劳 随后赶来的狗头 帮他确认警察已经死掉了 跟踪队的原则 使他们不能抛头露面 甚至是做笔录也不可以 狗头在赶载支援的警察到来之前 拉起猪女离开了现场 而情报科和重案组 全力追踪到的隐形人线索 也就此断掉了 督察并没有因此严厉批评猪女 但是也告诉了他 这次行动中 他表现出来的不专业 总部也因此 将隐形人的抓捕任务 交由重案组负责 而情报科则负责另一起儿童绑架案 绑匪在小孩放学路上将其绑架后 连续五次用同一部公用电话打给侍主 而明天就是交赎金的日子 绑匪一定会再次用这部电话联系侍主 督察交给猪女的任务 就是守着这部电话 等绑匪出现 立刻通知重案组抓捕 与此同时 总部也根据猪女提供的照片 查出了山哥的真实身份 犯人的名字叫陈崇山 18年前涉嫌持蟹行劫 杀了个插逃走 陈崇山是个真正的亡命徒 现实中的他 要比录像资料中的更加残忍凶狠 此时的山哥正在带人打劫一家珠宝店 这是他最后一单生意了 他知道警察已经查出了他的身份 这次更是亲自出马 更是嚣张地在金店中的监视器上直接露脸 因为他做完这一单 就要坐船去外国避难了 山哥联系买家 将打劫来的珠宝换成现金后 提出钱箱头也不回地离开 可他却怎么也想不到 他的背影竟然被正在执行任务的珠宝给看到 就在这时 有一个可疑的人走向珠宝监视的公共电话亭 他走进电话亭开始打电话 总部也通过监视视主电话确认 正在使用公共电话的就是绑匪 一边是夺走同僚生命的隐形人 一边是需要他跟踪的绑匪 珠宝到底会怎样选择 珠宝心不在焉地通过耳机 给狗头汇报着绑匪的体貌特征 眼睛却一直盯着珊哥消失的方向 他在等待他的出现 突然珠宝想起 自己见过这个绑匪 他就是当初自己跟踪胖子时 那个拿着铁笼子的可疑邻居 珠宝马上把此人的住址汇报给狗头 并告知 被绑的小孩很可能就在他的家里 总部马上派人赶去营救人质 就在这时 珠宝看到珊哥又再次出现了 珠宝交狗头 珠宝的行为把督察气得直标脏化 但为了他的安全 还是通知狗头敢去支援珠宝 绑匪的跟踪 他重新再指派其他人去 很快 警察通过珠宝提供的地址破门而入 果然在阳台的铁笼子 找到了被绑架的小孩 而绑匪也最终被警察逮捕 天上的雨越下越大 珠宝一路顶着雨伞 跟踪山哥来到一间茶餐厅 他以为山哥并不会注意到自己 于是便在通知狗头具体位置后 孤身一人进到茶餐厅 在靠门的位置坐下 一边喝饮料 一边随意地翻开手边的杂志 完全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可是他并没能骗到对面的山哥 因为山哥的天赋 就是通过直觉辨认警察 山哥觉得 自己之前见过这个女孩 而他之所以进茶餐厅 就是因为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 他打算就在这里将其解决掉 小姐 你很变手啊 我也没见过 我想没有吧 我们真的没见过 没有 山哥几乎已经认准了眼前的女孩 就是一直在跟踪自己的那个人 他不断地反复追问猪女 为什么一直跟着自己 可惜现在的猪女 已经不是那个刚进跟踪队的菜鸟了 不管山哥如何威逼 他都一口咬定 从没见过对方 就在这时 狗头匆忙赶来 他在窗外 看见了正在逼问猪女的山哥 为了救猪女 狗头不得不暴露自己 而山哥也因为看到了狗头 才放过了猪女 这回 他终于找到了身边阴魂不散的那个人 山哥故意从狗头身边经过 从后面离开 而此时的狗头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山哥的陷阱 他点头示意猪女 接下来由自己继续跟踪 随后便来到后门 查看山哥踪迹 就在这时 山哥突然从一旁窜出 用一把小剪刀 狠狠刺向了狗头的颈动脉 你跟我 随后还在狗头身上 擦了擦剪刀上的血迹 这一切发生了太突然 狗头甚至都来不及呼救 而山哥却转身淡定离开 随后赶来的猪女 见此情景竟不知如何是好 而狗头却让猪女不要慌 赶紧跟上山哥 猪女不肯走 又像上次一样 从包里找东西 试图帮狗头止血 最后 狗头用尽他最后一点力气 一把推开猪女 听到猪女离开的脚步声 狗头才放心地倒下 鲜血染红地面的同时 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现在的状况 督察连忙让人呼叫救护车 同时为了让狗头保持清醒 想方设法让他继续保持通话 狗头也知道 为了活命 他必须保持意识清醒 于是他提议 还是和从前一样 给大家讲一个真人真事的笑话 狗头还没来得及说答案 就再也讲不下去了 无论同事们如何呼叫 立讲机的那头 再也听不到狗头的声音了 而猪女也在倾盆大雨中 失去了跟踪的目标 此时的猪女非常难过 她恨自己怎么这么无能 三番五次的跟踪目标 她又恨自己 为什么不听上级的指挥 非要跟踪山哥 要不是她的鲁莽形势 狗头又怎么会遭此不测 若不是她的懦弱无能 目标怎么就会在眼前消失 就在此时 奇迹出现了 瓢泼大雨竟然停了 狗头也恢复了意识 狗头的故事有了答案 而山哥也重新出现在了猪女面前 狗头大难不死 所有人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猪女也终于完成了她的心愿 找到山哥的藏匿地点 第二天 山哥起得很早 百无聊赖的她 又开始玩起了速度游戏 可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她来到码头查看周围动静 第六感再一次提醒她 危险就在眼前 可惜为时已晚 大批的警察下时间破门而入 屋内的三人很快便被控制 而山哥则趁乱 拿起钱箱向码头的小艇奔去 可当她刚刚踏进小艇 却突然贪婪倒下 原来 山哥这次运气很不好 她竟然在慌乱之中 碰上了捕鱼的钩子 逃亡18年的汉匪山哥就此殒命 医院里望着一直昏迷不醒的狗头 朱女心中五味杂陈 可任凭她怎么呼叫狗头 病床上的人都丝毫没有反应 可就在她打算离开之时 狗头却伸手拉住了她 电影跟踪 是杜琪峰的御用编剧 由乃海指导的第一部作品 全篇采用了大量的全隐蔽拍摄手法 使得跟踪过程更加真实 许多镜头也用特效 还原成监视器窥视的效果 营造出阴暗对比的反差 从而将跟踪对 面对纷繁线索时的焦虑 准确传达给了观众 影片风格强烈 节奏紧凑 而导演 由乃海 更是凭借此片 获得了第27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新进导演奖 我等九兄弟 乐地同乐 优异同优 追不同生 子怨同子 何连胜是香港顶级黑帮社团 为了社团的发展 两年一度的画室人选举即将召开 九楼里 一群人在为选谁而争执不休 大家中意的候选人有两个 一个是大低 为人心狠手辣 做事不择手段 而且势力很大 另一个是阿乐 为人谦和有礼 对兄弟们不错 但是势力烧迅一筹 两人各有自己的支持者 想要上位 就要看这些老大们的意见 在社团的老大们谈话时 一群警察突然闯了进来 警察称 他们在从事黑社会活动 要全部带回警局 进局子对这些混了多年帮派的大佬们来说 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 争辩的几句就被警察带走了 另一边 一艘渔船上 本次画室人竞选的热门候选人大低 正和一个叫鱼头彪的大哥碰头 鱼头彪是川报的部下 按照何连胜的规矩 每年的选举都需要一些辈份高的大佬出来投票 大低拉票的方式很简单 那就是砸钱 鱼头彪对于大低的爽快很是高兴 对于他的财力更是羡慕不已 可惜刀锋我没资格 不然我也出来去 花一百几十万 弄个化石人多好算 大低也开起玩笑 买鱼丸粉吧 你们潮州人哪 最拿手穿鱼丸 水里一煮啊 15块钱一碗 多好赚呢 鱼头彪在边上不停地陪着笑 可大低这个人喜怒无常 看到鱼头彪小弟 飞机也在跟着笑 忽然就发飙 谁知飞机人狠话不多 当即把勺子碾碎吃了下去 鱼头彪有些看不下去 劝了大低一句 大低这才情转多云 等到大低下了船 鱼头彪看着小弟飞机难看的脸色 提点了一下 另一边 乐哥也在为自己拉票 他一边吃着烧烤 一边给对方许诺 对方表示 现在自己的生意 都在大低的地盘上做 贸然表态 让自己很为难 乐哥为人老谋深算 笑了笑也没多说 警局里 把社团大佬抓回来的警察 很是不高兴 因为就在刚刚 这些人全部被释放了 有的警察恨不到能把这些人全部枪毙 但警局负责人却不这么看 为了这次的选举 大低撒出去不少钱 关仔森的大哥龙根 也是他贿赂的人选之一 只是关仔森为人好赌 每次都靠着小弟几米给他擦屁股 而大低给的二十万 到了他手里只剩下一半 不知情的龙根 一边看着妹子弹跳 一边骂马咧咧 在双方各自找了支持者之后 和连胜的话事人选举终于开始 大低的金钱战术果然起了作用 收了大低二十万的串爆 一个劲替他说话 而乐哥的支持者老鬼恩 则说乐哥为人长义气 为大家着想 还会带社团打尽尖沙嘴 社团就需要这样的人 然而串爆对此不屑一顾 认为乐哥根本就是在画饼 每个人都会说自己为社团做事 难道说为自己吗 打尽尖沙嘴 进去再说吧 我还想让月球呢 眼看两边的人一言不合就要打起来 坐在中间的邓伯 立刻叫他们喝茶 邓伯是社团中辈分最高的人 他的面子众人不敢不给 另一边的大低 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 甚至都已经开始订酒席准备庆祝了 而乐哥却是和普通市民一样 自己去菜市场买菜 准备和儿子回家吃饭 喝完两轮茶后 邓伯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 如果选画室人只靠钱的话 那还不如把画室人这个位子拿出来拍卖 串爆听完心虚的解释了一下 我是觉得大低他有本事 能帮社团我才指着他的 邓伯也不多说 直接表态 社团不能让一个人独大 要平衡 我选阿乐 其他的人见状也纷纷跟着邓伯表态 而乐哥也在自己家里得到了自己当选的消息 与之相对的是大低预定酒楼里的冷冷清新 没有一个人前来捧场 对此大低很是生气 没有当选的大低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当即派小弟长发 找到了正在尿尿的龙根 龙根说 我是长毛 什么事 大低哥想见你 别着急 三碗尿再说 同时 收了大低二十万 却没把事放好的关仔森 也被长发找到 在郊外的一处荒凉山坡上 龙根和关仔森被大低扔进了箱子里 正在大学学习的吉米得知这个消息 立刻开始想办法救自己的大哥 而化石人的选举 也并没有就此落下帷幕 事情的关键在一根龙头棍上 原来 何连胜的化石人 要得到各个老大的承认 最重要的就是拿到一根龙头棍 以前资讯不发达 拿到龙头棍 才能被各个堂口的人认出来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龙头棍的象征意义 大过于实际意义 现在乐哥虽然选上了化石人 可是龙头棍却在上一任化石人 吹击的手里 看成了这一点的大低 决定从这里做文章 在乐哥行动之前 他已经打了电话给吹击 打电话跟邓博说 说你不服阿乐 不交龙头棍给他 打完之后 把棍子拿了给我 吹击虽然是上一任化石人 可视力完全不及阿乐 他的生意也是靠着大低才能做下去 即便有心想要劝阻 但面对大低的威胁 他还是妥协了 而大低一边继续 给各个老大打电话 一边把装着龙根 和关仔森的箱子 踢下了山坡 垂击在大低的威胁下 最终还是硬着头皮 打了电话给邓博 老辣的邓博 立刻就猜出来有问题 你喝醉了 还是稀多了 我先让你去洗个脸 想清楚再回来跟我说 我在这等你 别耍花样 而吉米也终于通过火牛 找到了乐哥 得到了消息的乐哥 立刻打电话给大低 兄弟吵架不好看 我做个合适的 可大低却完全不给乐哥面子 拿到龙头棍再跟我说 挂断电话后 乐哥让吉米先回去 吉米对乐哥的处置很不满意 扬言自己会去处理 乐哥在他们出门之前叫住了他 我说这时社团会处理 不要闹事 另一边 拥有龙头棍的吹击 两边都不敢得罪 叫上了自己的心腹小弟 四眼明准备跑路 然而就在两人开车 准备走人时 装着龙根和观崽森的箱子 却被扔在了他们面前 很显然 大低早就知道了吹击的打算 还借着龙根的嘴来警告吹击 大低说 他要什么 你知道 势力弱小的吹击不敢不去 可他也知道 如果真把龙头棍交给大低 自己就破坏了社团的规矩 所以 他安排四眼明去广州拿龙头棍 准备看情况行动 马路边上 邓博和串暴 以及鬼老恩三个人 正在商量龙头棍的事 虽然几人都对大低不讲规矩的做法很不满 但都拿他没办法 串暴甚至建议邓博认清事实 只有邓博表示 绝不会纵容大低 有人吵 我们就重选 如果选出来又有人吵 怎么办 去告诉大低 一定不会重选 心里有鬼的串暴 有些不甘心 邓博警告他 不要跟着大低耍花样 我是照规矩办事 耍花样的人 自己才要当心 串暴带着一肚子的准备离开 在离开之前 却突然手欠放了老鬼恩车子的气 本来就不对付的两个人 因为口角打了起来 这个时候 警察却突然出现 将三人抓了起来 梦了几十年黑社会的邓博 对此早有预料 丝毫不慌 还询问警察 能不能让他打个电话 把狗带回去 正在家里吃饭的乐哥 也一同被警察抓走 而酒楼里 两不得罪的吹击 先是给大低拍了一头马屁 然后才说 自己已经把龙头棍放在了广州 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的大低 暴跳如雷 其他的几个老大 也劝大低不要把事情做得太过 可正在气头上的大低又怎么会听 直接给了吹击一巴掌 就在酒楼里上演全武行时 另一波警察也赶了过来 即便面对警察 大低也依然嚣张 九楼外的一群记者 对着那些有头有脸的老大一阵狂拍 而大低看着吹击的眼神越来越凶 眼看着暴躁的大低朝自己冲过来 吹击慌张的朝外面逃跑 却被一辆行驶过来的汽车撞上 当场重伤 警局里和连胜的几位大佬 好不容易聚集在了一起 可即便人在监狱 他们也没有失去对外的操控 乐哥找来律师 让他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叫火牛搞定龙头棍 大低也见了自己的老婆一面 他的目标同样是龙头棍 棍子在谁那我就砍谁 多少钱我都给 画面一转 火牛找到了师爷苏 大头几人 让他们出发去广州 寻找吹击小弟四眼明 大低的心腹长发也找了合作伙伴黑哥帮忙 黑哥则把这件事交给了小弟东管仔负责 东管仔 这点是你负责 我要张扬 还要搬成漂亮 在当地地头蛇通哥的帮助下 师爷苏和大头率先找到了四眼明 可此时的通哥却又想坐地起价 师爷苏见通哥实在太贪 只好用了点别的办法 嫂子怎么样 上次替你扮嫂子到香港生孩子 到现在都没见过 孩子都两岁了吧 看着身旁的大头恐怖的笑脸 通哥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在拿了钱之后 他把四眼明扔给两个人便迅速离开 房子里 大头和师爷苏正在询问四眼明龙头棍的下落 却不知外面早已经来了一批大陆的公安 四眼明眼看着大头点燃柴火 哆嗦着问起了自己老大吹击的下落 而师爷苏和大头也终于发现了房子外的大陆警察 发抖的四眼明这才说出了龙头棍的下落 看到那堆柴火的大头和师爷苏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连忙浇水灭火 总算是把龙头棍抢救了出来 师爷苏让大头带着龙头棍先走 满嘴顺口溜的大头临走前还不忘来上一段 留在房子里的师爷苏看到进来的警察时十分惊讶 因为此人以前也曾混过社团 原来他是大陆在九七前派去香港黑帮卧底的警察 而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那根龙头棍 警局里几位老大被带到了警务处长面前 跟这些老油条打了几十年交道 警务处长对他们自然是十分了解 接着他要求邓博等人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摆平乐哥和大帝维持稳定 邓博当然同意 他也不想看到何连胜起内讧 于是让老鬼恩和川豹去跟乐哥还有大帝谈 乐哥那边自然没问题 可是大帝依然不肯妥协 即便几个老大劝阻加威胁都阻止不了暴走的大帝 他甚至想要搞个新和联胜出来 这种妄图分裂社团的行为所有人都不能忍 警务处长对邓博的威胁很不满 听完警务处长的话邓博冷笑一声 最后提着裤子的邓博提出要见大帝 看到邓博亲自到来 刚刚说话大声的大帝声音一下小了起来 可他的那些小心思又怎么能瞒得过邓博 邓博逼问大帝是不是想要分裂社团自立山头 得到准确的答案后邓博也不废话 那好吧可以打了 看着邓博走出牢房 虚张声势的大帝彻底慌了身 打打看看谁见死 而另一边大头带着龙头棍正在加速往香港赶去 路上东管仔和长发早已经等在这里 看着说尿急的司机一路跑没了影 大头立刻察觉到情况不对 等到东管仔几人追上来时 大头早已经不见踪影 胡信邪的东管仔继续追踪 终于在看到一堆被惊飞的鸟后 找到了大头 他让大头把龙头棍交出来 爱说顺可溜的大头 此时还不忘来上几句 而在和连胜的一处堂口里 诸多老大头一次达成的共识 社团内部达成一致意见 那就是拿回龙头棍交给乐哥 在各自接到两边老大的电话后 正在暴打大头的东管仔终于停手 东管仔给大头道完歉 立刻开着货车向香港狂飙 但在经过一出路卡时 因为身后的吉米在紧跟东管仔 着急之下 他直接踩油门 却一下撞回了一个警察 老大黑哥得知情况 让东管仔去沙田石门找飞机 到了那里就万事大吉 而就在诸位老大 为了和连胜稳定而联合行动时 在病房里醒来的吹击按响了按钮 他拿起纸笔 告诉警察自己要招供 得知这个消息的大低和乐哥 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他们各自安排人去搞定吹击 避免他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出来 叫火牛做事 搞定之后你去找吹击 你是社团律师 他会借你 另一边 东管仔顺利地把龙头棍交到了飞机手里 但飞机没走出多远 就被大低的人埋伏了 尽管飞机仍狠手快 但是却被突然冲出来的吉米 硬了一把 身上沾满油漆的他 在昏暗的灯光下犹如恶鬼 我提社团做事 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 被大低手下打得奄奄一息 在飞机昏迷后 吉米拉走了龙头棍 但也拨打了急救电话 救了飞机一命 被保释出来的乐哥 问清楚了龙头棍的下落后 立刻给邓伯打了电话 今晚我摆不平大低 立刻打 而社团的律师也终于找到了吹击 他拿着一张报纸去了病房 上面是吹击儿子出车祸的新闻 面对律师的威胁 吹击也只能流着眼泪给出了答复 你出去后很多人会找你 就算治好了也是个残废 何必让你家人操心 希望你帮个忙 保你全家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就这样 吹击自己拔掉了氧气管 等警察察觉到时已经晚了 拿到龙头棍的吉米找到乐哥 他本以为乐哥会对大低出手 这样他也能替老大 关仔森和龙根报仇 可是江湖上讲的都是利益 吉米的想法显然太天真了 乐哥根本不想跟大低开战 因为那样会打破社团的平衡 他先是警告吉米 然后又许下好处 吉米 把龙头棍交出来 替社团立了功 我保你上位 你不交出来 不能加入任何社团 赶尽杀绝 他提点了吉米几句 时代不同了 谈的都是生意 蛊惑仔不用脑 一辈子都是蛊惑仔 面对乐哥的威逼利诱 吉米最终还是屈服了 接着乐哥又去见了 这次行动立功的所有人 并且给出了相对的好处 谁冒犯你们就是冒犯娃乐 可以跟外面的人说 是我干儿子 飞机第一个表态叫了干爹 其他几人也很是爽快 只有大头表示 要问一下自己老大 乐哥则表示 大头的老大那边他会摆平 最后乐哥走到了吉米面前 虽然刚刚两人有些不愉快 但混江湖的人都知道 见风使舵 吉米不傻 跟着乐哥混只有好处 女人强马壮 一定不会吃亏 干爹 有了这一层关系 在场的这些人 日后的地位可想而知 在乐哥拿到龙头棍后 最后一个不稳定因素 他也终于要解决了 警局里 大迪终于被保释出来 而来接他的人 却是乐哥 嫂子在外面 我叫他让我来保释你 看到乐哥出现 大迪已经知道了结果 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 两人一起走出警局 不解决大迪 这个随时汇报的定时炸弹 乐哥的位子永远坐不稳 他邀请大迪好好谈一下 但大迪却对他的话不理不睬 直溜的一个人离开 此时的马路两边 都是各自的打手 如果大迪不谈 随时就是一场火拼 当现场的气氛 开始逐渐紧张时 大迪终于停了下来 他在轻而听到 乐哥已经拿到了龙头棍时 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优势 尽管不甘心 大迪还是跟着乐哥 上了他的车 车子启动 后面跟着各自的小弟 随行保护 谁都不敢保证 今晚会不会开打 开车的乐哥 向大迪直接摊牌 他表示 自己要带着社团 拿下奸扎嘴 并且声明会给足大迪好处 如果大迪不识好歹 他也不会手下留情 乐哥说完便等着大迪的答复 此时的车子 已经停在了红绿灯路口 如果大迪选择继续坐这辆车 那就代表双方的谈判成功 而他一旦推开车门 便意味着和连胜的全面分辨 届时开战不可避免 到了这个时候 大迪也不由地紧张起来 他知道 开战对他来说 绝对没有好处 所以尽管十分不乐意 但是在绿灯亮了之后 大迪仍旧待在车上没有下去 看到这一幕 乐哥心中松了口气 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就这样 和连胜的分裂危机 最终在乐哥的智慧下完美解决 没多久 九个区的画室人 就按照鸿门的古老规矩 结为一姓兄弟 在喝完一碗血酒后 九个人正式结为兄弟 只是在只讲利益 不讲道义的现代 这样的关系又能维持多久呢 团结一致的和连胜 在解决了内部的隐患后 开始了疯狂的扩张 乐哥实现了他之前的承诺 很快就打到了尖沙嘴 另一个社团的地盘上 这个社团的大哥恐龙哥 实在顶不住要求谈判 乐哥派出了大迪前往尖沙嘴 大迪和恐龙哥是老相识了 当年恐龙哥还曾救过他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为了自己和社团的利益 再好的兄弟也得开战 面对恐龙哥的挖苦 大迪直言 自己现在是为了社团做事 抢他的地盘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社团叫做事我能不做吗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恐龙哥则对乐哥 赶尽杀绝的做法很是不满 叫他商量他又不来 看场一人一半又不愿意 他要我死我也不让他活 大迪听见这话 起身走向恐龙哥身旁 脸色无比的正名 我也不服他 那怎么办 他站进了上方 上次又斗不过他 我也只能忍气吞声啊 恐龙哥一听顿时来了精神 现在大家都怕和连胜团结一致 能干掉乐哥这个领头羊再好不过 他提议两人联手干掉乐哥 然而大迪却表示 他和乐哥是败过靶子的 对此恐龙哥不屑一顾 什么年代了 你还这么老土 在恐龙哥的劝说下 大迪终于下定决心 他要在这里设下埋伏 一举干掉乐哥 在大迪打完电话后 乐哥很快赶到 他孤身一人 提着一个包跟普通市民毫无两样 等乐哥刚走进去 大迪就立刻关上了卷帘门 恐龙哥这才察觉到不对 然而一切都已为时已晚 站在恐龙身后的乐哥 从包里掏出一把刀 直接捅了过去 年老体弱的恐龙 又怎么会是这两人的对手 最后恐龙被闷在袋子里活活打死 而这一切 都是大迪和乐哥早已经策划好的 他们一开始就没想过 要和恐龙谈判 地盘还是直接抢更方便 现在恐龙的小弟 也已经被警察截住 剩下的工作 就是把恐龙的尸体处理干净 恐龙一死 整个尖沙嘴都被何连胜拿了下来 乐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而大迪也如愿以偿的 挣到了更多的钱 混江湖的 没有哪个会跟钱过不去 天台上 大迪高兴的像个孩子 此时的他 真的体会到了社团团结的力量 剑烧嘴的夜景就是不一样 你这么看下去 就好像看到很多很多前世的 一直以来都非常狂妄的他 对乐哥也不禁佩服起来 两个人都在这次的扩张 拿到了足够的利益 但是情况是否能一直这样顺利呢 医院里 吉米推着龙根在外面散步 残废的龙根早已经没了势力 只有吉米还念着旧情来看他 龙根因此对吉米很有好感 不由多提醒了这个年轻人几句 听了龙根的话 吉米若有所思 而这句话 仿佛也为后面的故事留下了隐喻 这一天风和日丽 大滴一家和乐哥一家相约起来河边钓鱼 或许是人品差 脾气暴躁的大滴一条鱼都没能钓到 气得破口大骂 该死的鱼是哪去了 反观乐哥这边 确实有鱼频频上钩 就连乐哥的儿子和大滴的老婆 也钓上来不少鱼 看到大滴如此狼狈 乐哥的儿子还嘲笑他没有耐心 本就烦躁的大滴开始口吐芬芳 骂了一阵后 大滴开始转而谈起了生意上的事 见状聪明的大滴老婆连忙带着乐哥儿子走开 大滴说其他社团的一个化石人 昨晚突然中风死了 但是幸亏还有另外一个化石人顶上 所以社团才能照常运转 通过这件事 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聪明的乐哥怎么会听不懂大滴的暗示呢 果不其然 下一秒大滴就直接摊牌 他提出何连胜也应该有两个化石人 而除了乐哥外 谁最有实力毫无疑问 乐哥提出 社团里的叔父们会不同意这样的改变 而大滴却不屑一顾 因为他和乐哥的势力加起来已经可以压过所有人 完全没有必要听那些老家伙的意见 接着他又询问乐哥的意见 你支持我的吗 你不是不支持我吧 面对大滴的步步紧逼 乐哥面露微笑 怎么会 得到答复的大滴非常高兴 他还以为这次自己终于能上位了 可就在大滴骂骂咧咧唱想美好未来的时候 乐哥却突然拿起石头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大滴一个踉枪栽倒在地 乐哥继续举起石头砸下去 一下两下 一直到趴在地上的大滴没有了任何气息 站在山坡上的乐哥儿子看着这一幕瑟瑟发抖 乐哥转头一看 却看到大滴老婆正在逃跑 他取下车钥匙扔给儿子 让他立刻去车上把门关好 随后便立刻朝大滴的老婆追了过去 眼看着大滴的老婆越跑越远 乐哥拿起铁锹直接扔了过去 一下砸中了大滴老婆的腿 接着他又拿起铁锹 将大滴老婆打得奄奄一息 就连树林里的猴子看了也发出一阵阵的惊叫 眼看着大滴老婆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乐哥拿起棍子 死死的勒住了大滴老婆的脖子 最终 大滴夫妻俩全部死在了乐哥手上 曾经辉煌的黑老大 死不瞑目的被埋在了土坑里 做完这一切后 乐哥开车带着儿子离去 以后的何连胜 依然还是只有一个化石人 龙头棍是权力的象征 而香港社团何连胜的化石人阿乐 已经手握龙头棍两年之久 但是阿乐的任期即将结束 新的选举即将开始 而他面临的最强对手 便是正在内地做生意的吉米 此时的吉米不仅生意做得很大 而且在当地政府里也有很多关系 这让他的合作伙伴郭先生非常高兴 但是唯独一点令他有些不满意 我和你合作做正当的生意 我不想因为你以前的背景对我有影响 你是聪明人 你懂我意思吧 吉米自然明白郭先生的意思 此时的他靠着做正当生意 每年都能挣上意 还有了一个浇灭体贴的女友 这样的生活 是以前在香港打打杀杀时不敢想的 做哪不重要 最重要是跟你在一起 可要摆脱黑社会的身份 却没那么容易 画面一转 这一天是何连胜化石人阿乐的生日 几个在各地的干儿子 齐聚一堂为阿乐庆生 酒桌上阿乐笑容满面 趁着这个机会 他说起了何连胜化石人选举的事情 东管仔第一个表态 他得意地表示 自己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一定会出来竞选 一旁的大头也跟着帮枪 东管哥为社团做个牢 对社团有功 大家帮帮忙 不就干了个警察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干了警务处长呢 东管仔很嚣张 他现在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对这次的化石人竞选势在必得 干爹 你知不支持我做化石人 你有那么多人支持 不用我也够了 我一定会出来去 到时候看看谁本事的 吉米 你钱多人多 机会也很大 但吉米却表示 自己只想做生意 不想参选化石人 一旁的施耶苏 也连忙帮吉米说话 很显然 施耶苏对吉米很是支持 虽然吉米已经足够低调 可阿乐还是不愿意就此放过他 这天 吉米与自己的合作伙伴 郭先生参加酒会 酒会上 另一个社团 新近的话石人老许 热情地招呼着阿仁 随后还要拉着吉米 要给他介绍一位大佬 石副厅长 什么玩听的 石副厅长对于 何连胜的事情了如指掌 他知道吉米的身份 但对吉米并不反感 反而还提点了几句 林怀乐是你的企业吧 我奉劝你一句 千万别是他的作风 他这个人做事情太过分了 不是不让你生存 但是要适可而止 接着 石副厅长问起了 何连胜化石人竞选的事情 吉米也没有兴趣 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厕所里 石副厅长说起 吉米的支持者施耶苏 因为在深圳搞地下六合彩 施耶苏已经被内地警方盯上 两天后 施耶苏就会有麻烦上门 歌声悠扬的餐厅里 吉米和石副厅长互举酒杯 等到酒会一结束 吉米就立刻给施耶苏打去了电话 可施耶苏不知什么原因 根本没有接通电话 隔天 吉米与何连胜元老邓伯谈话 邓伯有意让他出来做化石人 而吉米依旧是那套说辞 我只想做生意 做生意也好 做化石人也好 没有冲动 听到这话 吉米一直压抑的情绪顿时爆发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 做化石人对他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好处 不仅正当生意会受影响 还会被警察盯上 邓伯听了也是没停大路 毕竟吉米始终是社团的一份子 又想挣钱又不想出力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两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而与此同时 阿乐与飞机正在一栋居民楼里面会面 阿乐拿出一张照片 上面赫然是何连胜曾经的大哥 大帝的小弟长发 阿乐的意思很明确 他想让飞机干掉长发 我做化石人这么久 他就臭了我这么久 说我干了大帝 并承诺 自己在这届的化石人选举中 会全力支持飞机 没多久 飞机就开始了行动 他用特殊液体抹去指纹 戴好头套 全然不在意接上行人诧异的目光 手持短刀 当街抹了长发的脖子 不慌不忙上车离去 飞机的行动吉米还不知道 他此时正在拳馆里 和一个小弟阿力练拳 这个身手过人的小弟 很得吉米的上市 多次向他抛出橄榄枝 干脆过来帮我吧 阿力对吉米的看重也很是感激 谢谢你吉米哥 接着吉米又给师爷苏打去电话 不出意外 依旧是无人接听 第二天 吉米便带着新人阿力前往深圳 靠着自己的老熟人何科长 吉米要的文件全部拿到 对此 吉米自然要有所表示 他让小弟把装满钱的袋子 递给了何科长 在何科长清点钱款的时候 小弟却发现有人在暗中盯着他们 吉米哥 有点不对劲 吉米自然也察觉到了有问题 本就心虚的何科长更是吓得半死 抱着钱就想跑 但吉米这时 却看到了正往餐厅里走来的师爷苏 见状他连忙拉住何科长 看到师爷苏的瞬间 吉米什么都明白了 想起几天前石副厅长的警告 他们拿起手机再次拨给师爷苏 就坐在他对面的师爷苏 浑然不知吉米也在餐厅 跟之前一样 他说了几句套话后便挂断了电话 见状 吉米叫来服务员 在餐厅上写下了提示信息 交给那个带眼镜 然而谁也没想到 服务员竟然也是警察的暗线 三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把餐厅 交给了另一桌的警察 正在高兴数钱的师爷苏被警察立刻逮捕 而吉米等人也是慌不择路地向外逃跑 可警察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吉米等人又怎么可能逃得出去 这形势不妙 何科长直接把钱扔掉 看了看这些警察 竟然直接走了出去 而吉米则被警察逮捕 李嘉远先生 跟我们回去进行调查吧 就在吉米被内地公安逮捕时 阿乐还在为自己的计划做准备 原来 阿乐早就有连胜的想法 只是何连胜历史上 从来就没有连任的话是人 阿乐自然也不能打破这个规矩 他找到几个老资格的前辈 询问他们的意见 虽然有人表示会继续支持阿乐 但更多的人 还是认为得看其他候选人的实力 但毕竟阿乐当了两年的画市人 这些前辈也愿意卖他面子 有人指出 东管仔头脑简单不足为虑 最关键的还是吉米 毕竟就连邓博前段时间都找过吉米 听完这一切的阿乐陷入沉思 警察局里 吉米和施耶稣等人 被关在拥挤的牢房里 一旁的施耶稣还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认识时副厅长 让吉米不用担心 但吉米知道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 他被带到一个房间里 里面坐着的赫然正是石副厅长 这次的事情 石副厅长表示可以替吉米等人摆平 但是从此之后 吉米和施耶稣不得再来内地做生意 对此吉米很是不满 老许也是黑社会 为什么他可以来这做生意 石副厅长对此给出了解释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老许是心静的话是人 他说话心静的人都得听 而吉米显然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是不是我选上了 做什么都行 石副厅长对此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复 但吉米这次却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生意 而卷入争夺化石人位置的风波 另一边的阿乐 因为儿子被叫到了学校 原来儿子小超 与几个同学一起逃课缺席 更让老师和学校不满的是 小超和黑社会分子有联系 然而两个老师都不知道 眼前的学生家长 就是香港最大黑帮的老大 如此情况 阿乐也只能安排人跟踪儿子 看看到底是谁在接近小超 画面一转 下定决心的吉米 来到了前辈龙根所在的疗养院 龙根为他介绍了几位支持者 同时 施耶稣找来了一位认钱不认人的打手 加钱哥 我认钱不认人 给我钱 我帮你做事 记者 少一个子儿 我绝不放过你 河边 胆子大的冬管仔 没戴头盔就和阿乐一起钓鱼 他对吉米的反复十分恼火 阿乐也借着这次机会 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因为吉米实在太得人心 冬管仔和阿乐的机会都不大 所以阿乐希望冬管仔这些放弃 全力支持自己竞选 冬管仔听完竟然不怕死的提出了双画石人的模式 显然 他不知道当初大堤是因何而死 阿乐听到这话轻蔑一笑 气头上的冬管仔直接站了起来 两人之间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而不远处三个钓鱼爱好者的到来 让两个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没办法 两人迫于现实只好合作 先干掉吉米 再来谈画石人由谁来做 社团的竞选转眼前就开始了 两边人各执一词 身为老前辈的串暴 表示自己不会支持吉米 原因很简单 吉米就连自己的手下阿力 是卧底都不知道 因此 他断然否定了吉米竞选人的资格 可一心想要吉米上位的邓伯 对此却有不同意见 邓伯表示 只要他搞定阿力 其他人就不会有意见 面对这再明显不过的暗示 吉米再有其他的想法也无可奈何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干掉阿力 当晚 他就约了阿力来到一艘渔船上 阿力还以为是跟着吉米来拿货 可刚一上船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看着吉米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来势小心做人 随后便被人绑了起来 吉米坐在小船上渐行渐远 随着一声扑通的水声响起 阿力就此领了盒饭 阿乐和冬管仔也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二人带着大头来到一家棺材铺 戴好面具的阿乐和冬管仔看向房间里 里面被绑着的人正是吉米和合伙人郭先生 我会找吉米谈 他会不会那么听话 请郭那家伙是吉米的大靠山 他在那里生意会有麻烦 看紧一点 这时大头的女朋友却打来电话说要回老家 尽管大头人生哲理一套又一套 也阻止不了女友回老家的决心 慌了神的大头让女友等自己15分钟 挂完电话 他给冬管仔二人打了个招呼就要离开 可冬管仔却拦住大头不让他走 甚至收走了大头的电话 逼着他进棺材里看看郭先生 给棺材打了几个通风洞后 众人便转身离开了 而阿乐也很快找到吉米 他以郭先生为要挟 企图逼迫吉米放弃竞选 可吉米也不傻 即便郭先生重获自由 他也不可能再信任吉米了 我的生意又不止他一个老板 面对这个有头脑的干儿子 阿乐也感到头疼 他质问吉米 明明已经有了生意 想着脱离社团 为什么还要回来竞选 吉米没有回答 转而说起了两年前 阿乐竞选化石人的事 他表示自己给过阿乐面子 这个位子阿乐坐过一次也就够了 愤怒的阿乐放下狠话 准备替郭先生收拾 但吉米却并不畏惧 他同样放下话 郭先生如果死了 会有很多人替他陪葬 软硬不吃的吉米 让阿乐伤透了神 隔天他来到 存放妻子骨灰的棺材铺 取出了小隔间里的龙头棍 接着便找到了邓博 可邓博还是那套说辞 社团不能让一个人独大 要平衡 上一次我选你 也是因为这 阿乐知道 自己想在邓博这里 打开缺口是不可能的 打了声招呼便要告辞 可邓博依旧喋喋不休的 劝他放弃连论的想法 并且坚定地表示了 自己对吉米的支持态度 殊不得人的是 此路一条 下一届当家是吉米的 殊不知 正是这句话要了邓博的命 等到邓博牵狗出门时 阿乐一脚踹在了他的背上 本就肥胖的邓博 瞬间滚下楼梯 当场死亡 阿乐见状还不死心 将邓博再次提下楼梯 和连胜资格最老的元老 就此去世 为了留一条后路 阿乐让小弟 带着龙头棍前往大陆 如果他输了 吉米什么都得不到 同时 他还找到飞机 拿出一把手枪 要他解决掉吉米 很快 飞机就开着车 来到了吉米和女友所在的餐厅 他不断地寻找着动手的机会 而吉米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女友踢着包匆忙离开 就在这时 施爷苏打来电话 告知了邓博摔下楼梯去世的消息 对此吉米的反应很是平淡 当他走出餐厅准备上车时 飞机的车子直接停在了他面前 副驾驶上坐着的赫然是吉米的女友 为了女友的安全 吉米站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飞机下车掏出妖间的手枪准备开枪时 吉米却突然出声叫住了他 不要飞机 两人对视片刻 不远处 吉米花重金请来的杀手嘉钱哥已经就位 失去动手机会的飞机 以吉米女友的性命为妖邪 让吉米上他的车 吉米看了眼嘉钱哥 后者心领神会立刻开车跟上 车上飞机并没有立刻动手 吉米也明白他心中有顾虑 飞机最大的愿望便是做化石人 可这种想法在吉米看来简直就是笑话 就在这时 正在开车的吉米女友 忽然拿起一个玻璃罐猛地砸中了飞机的脑袋 她一边下车一边招呼吉米跑路 但吉米却依旧坐在车子上丝毫不动 飞机没有动手 也没有多说什么 让吉米下了车自己开车离去 后面的嘉钱哥还想多挣一笔外快 让他走了 我可以马上帮你搞定他 钱定算 只可惜吉米却不给他这个赚钱的机会 不要碰他 吉米安排小弟送女友去了元朗 这次被阿勒摆了一道 吉米自然不会就这么咽下这口气 他安排嘉钱哥盯上了阿勒的小弟 没多久 阿勒的几个小弟就和几只大狼狗 一块被关进了狗笼里 嘉钱哥提醒吉米 这几个人都是跟了阿勒好多年的小弟 未必会愿意翻水 接着表示只要把一袋子的钱都给自己 他一定干掉阿勒 但吉米却坚持要阿勒的小弟来干这件事 这是他的底线 也是为了日后不被人抓住把柄 要是人家说我干了话 谁还学我 到了晚上 狗笼里的狗开始变得暴躁起来 这让笼子里的几人愈发不安 这时嘉钱哥带着人走了进来 他挑中一个小弟 试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可小弟的骨头实在太硬 看着金钱公事不起作用 嘉钱哥也不废话 直接抡起大锤给他动了个小手术 看着凄惨的同伴 其他二人很是焦虑 可是让吉米等人没料到的是 一直到了晚上 被嘉钱哥折磨了一通的小弟 依旧不愿意背叛阿勒 无奈 嘉钱哥只得再次拎几锤子上岗 就这样 小弟彻底的领了盒饭 可另外几人依旧死硬着不肯妥协 是耶稣想让嘉钱哥再来一遍 但吉米却叫住了二人 自己拿了一把菜刀 拎起阿勒小弟的尸体 一刀又一刀 就像切猪肉一样分尸 这样的残暴场景 就连嘉钱哥都不敢多看 是耶稣看到之后 更是面色惨白 冷汗直冒 最后直接吐了出来 只有吉米浑身血腥 却依旧面不改色 接着 更让人作呕的一幕出现了 被分尸的小弟竟然被绞成了肉馅 直接扔进盆里喂狗 看着大块朵鱼的几条狼狗 阿勒的小弟吓得面无血色 在处理完这一切后 就算是嘉钱哥这样的狠人 都经不住怒骂吉米是个疯子 经过这一番精神上的折磨之后 阿勒的小弟们终于崩溃 答应了替吉米做事 而刚刚干完这些活的吉米 还能坐在酒桌上 面色淡然的和众人喝酒吃火锅 处理好这边的事物之后 吉米和施耶稣 开始着手调查郭先生的下落 正在吃饭的东管仔 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安排人准备动手 吉米也让嘉钱哥做好了准备 一身工装的嘉钱哥 夹着报纸来到了棺材铺 刚进门就被小弟喝止住 他毫不犹豫拔出双刀 直接割断了小弟的脚筋 东管仔则带着人堵住了吉米的车子 尽管被前后包抄 但吉米却并不慌乱 而嘉钱哥这边 靠着过人的伸手 一路杀到了棺材铺的里间 只听见一阵阵的武器碰撞声 东管仔的小弟纷纷被砍倒在地 看着离二人越来越近的东管仔 士爷苏开始变得着急起来 就在这时 棺材铺里面正准备打电话的小弟 为嘉钱哥遇到结果 接通的电话却只听到一声响的东管仔 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 他招呼了几个小弟转身就走 其他的人则一声号令下 朝吉米和士爷苏冲了过去 就在最后千军一发之际 士爷苏和吉米顺利上车 棺材铺里的嘉钱哥 在解决掉东管仔的所有小弟后 开始寻找郭先生 他听到棺材里传出来的声音 当即推着棺材上了货车 这关键时刻 东管仔带着人出现在了街上 东管仔自然不会让嘉钱哥就这么顺利离去 在货车车厢即将关闭的时候 东管仔带着小弟直接冲了上去 封闭的货车车厢里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与此同时 被吉米策反的几个小弟正和阿乐坐在一起 阿乐也收到了东管仔那边出事的消息 几经权衡 他还是没有带人赶过去 而吉米和师爷苏也开车追上了嘉钱哥的货车 此时的货车车厢里没有一点动静 满腹一律的吉米和师爷下车准备上前查看 就在这时 车厢门缓缓打开 站着的只有一身狼狈的东管仔 已经奄奄一息的嘉钱哥 拼尽最后的力气将棺材推了出去 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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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钱哥临死前念念不忘的 还是要吉米记得嘉钱 恼火的东管仔 给嘉钱哥来了最后几刀 就在这时 吉米看到自己联络了警察开着警车到来 他不再犹豫 当即推着棺材 一鼓作气送到了警车旁 自己则趁机上了师爷苏的车离开 那边的东管仔眼看已经势不可为 当即提刀跑路 这边 阿乐终于找到了自己儿子跟着大哥 原来 小超跟同学一起 跟了一个号码帮的大哥 飞英哥 今天还特意带来了366块钱的入会费 在小超准备掏钱时 阿乐带着小弟从楼上走了下来 几个沙马特察觉不对 当即动手 混乱之中 阿乐最中心的小弟腿上中了一刀 而小超看到这一幕 却不知受到了什么刺激 大喊着冲出了店门 不放心儿子的阿乐连忙追了出去 看到有机可乘的两个小弟 也趁机开车跟在后面 马路上 父子俩你追我赶 阿乐还浑然不知 危险已经快要到来 毕竟人到中年 阿乐跑了这么久 终于是支撑不住 气喘吁吁的停了下来 看着小弟的车子 他毫不犹豫坐了上去 别吓了他 带他回家 可还没等阿乐喘口气 后座的小弟突然拿着棍子 敲在了他的脑袋上 接连几下 阿乐瞬间失去了意识 两病斑白的阿乐 死死的看着 还在不停奔跑的小超 父子俩最终在一处路口做了告别 小超还不知道 老爸此时已经死在了身后的车子里 隔天 已经解决完所有对手的几米 推着龙根来到了选举画世人的现场 这次选举似乎已经毫无意外 因为除了几米 再没有其他人有这个资格 不用选了 东管仔 他跑路了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飞机 我不认识他 但川暴却叫停了即将开始的选举 等等 我要先问清楚一件事 几米 你敢不敢说阿乐那件事不是你做的 在场的所有老前辈全都盯着几米 即便这么多人注视着他 几米也是面不改色 我没做 这下轮到川暴尴尬了 接着 在龙根的带领下 各位老前辈都纷纷举手支持几米 尽管有些不情愿 但大势已去 川暴也只得举起了手 我知道你们有人不服我 没关系 两年之后 你们再选另一个 说完这番话的吉米 推着龙根转身离去 但画世人选举带来的余波仍在 回去的路上 吉米坐在车上 看到了正在被人追杀的飞机 两人对视一眼 在一个路口分开 可下一秒 吉米就让司机掉头 最终 他还是救下了浑身鲜血的飞机 车上 狼狈的飞机 与西装隔离的吉米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有仇家群在找 刀靠前 很难赚 吉米掏出一张名片 表示不管飞机有什么打算 都可以来找他 面无表情的飞机 当即叫停了车子 刚下车便将名片扔了出去 这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终于落下帷幕 成功当选画世人的吉米 也如愿以偿的再次重返内地 这次他有了实力 石副厅长面对他 都变得和蔼很多 上次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一场误会 不仅如此 吉米要求修建的物流中心 也被政府批准建设 城里面还会专门修建一条 高速公路配合他 当地的那些土地 也全部批给了吉米 两人气喘吁吁的走到山坡上 此时黑云压城 一场大雨即将落下 石副厅长在喘了几口气之后 拿出了那根代表 何连胜权力的龙头棍 这根龙头棍帮给你 吉米十分震惊 他没想到 龙头棍竟然落到了 石副厅长的手里 在听完石副厅长 是如何拿到这根龙头棍后 吉米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我应该说你们神通广大 还是我应该害怕 你想说什么 石副厅长没有卖关子 说出了他的要求 他希望这根龙头棍 可以永远由吉米保管 不为别的 只因吉米是个聪明人 知道什么能碰 什么不能碰 政府最大的要求 就是维持社会稳定 说完这番话的吉米 什么都明白了 可如果按照石副厅长的意思去做 那何连胜就将和心计一样 被牢牢控制 你是我们信得过的人 何连胜永远是你信里的 我们之间永远以何为贵 看着石副厅长 吉米终于崩溃了 他只想来内地做生意 压根就不想和黑社会 再有任何瓜葛 如果不是当初石副厅长 逼着他回去竞选 他也不用杀掉阿乐 何况 何连胜几十年的传统 不可能由他来打破 说着吉米突然激动了起来 一拳将石副厅长打翻在地 面对愤怒的吉米 石副厅长面无表情地 继续说着政府的要求 你来管理香港何连胜 香港的社会治安会更好一点 他每说一句 吉米的拳头便会落在他的脸上 石副厅长知道 这一切对于吉米来说很残酷 但为了保证 内地和香港的社会治安稳定 吉米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 看着已经失去力气 贪坐在地上的吉米 石副厅长拿出纸巾擦干了血 戴上墨镜转身离去 拿回龙头棍的吉米 站在邓伯的棺材旁 看着死去的邓伯 他将这根代表权力的棍子 放在了邓伯的手里 整个何连胜最清醒的人 无疑就是邓伯 可他低估了人的欲望和贪婪 最终也只能与何连胜的传统 一起被埋进土里 接着吉米带着手下 来到了安置女友的小屋 叠着衣服的女友告诉了吉米 自己已有身孕的喜讯 吉米紧紧地抱住女友 可转过身后 她的脸上却没有多少笑容 每一个进入黑社会的人 想要脱身 摆脱身上的标签 可谓难上加难 吉米试过 可最后还是卷入了漩涡之中 当初的那些弟兄 死得死 逃得逃 看到这一幕 还有多少人会愿意继续待在这个坑里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港英政府的黑暗统治下 仅黑勾结 乌烟瘴气 贪污舞弊成为常态 在有心人的操纵下 逐渐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贪污帝国 站在这个贪污帝国最顶端的 就是这个叫做乐歌的总华探长徐乐公 1962年到1972年期间 在徐乐公的筹划下 仅对贪污的数额达到100亿港币之多 在这样的时代中 平民百姓的生命滴如草芥 晚上 一名男子被黑帮成员扔到楼下 路过的阿婆发现后 吹响哨子通知警察 但很快被黑帮成员摆平 收了钱的警察两只眼睛全闭上 只当没有此事发生 糊弄完阿婆后 两个警察准备离开 可大晚上的吵闹声 引来火气凌的不满 作为九龙城区的便衣 火气凌在这一片说话很管用 两个警察只能连声道歉 骂骂咧咧回到屋里 火气凌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 徐乐公时代的警队 破案方法就是这样 破案率高 不是因为真的能破案 而是破不了案就找人顶包 阿邦今年刚考上大学 前途一片大好 大学生没有经历过社会险恶 书生意气重 对路边摔倒的陌生人 也敢出手相助 于是不出意外的被倒打一耙 就这样 阿邦被火气凌 以偷窃罪为由被抓了回去 倒掉在审讯室里 黑帮将阿邦打到口吐鲜血 逼着阿邦要他认下60多个罪名 但阿邦从始至终就一句话 反抗是徒劳的 投诉是无门的 得知阿邦被抓的消息 表舅老杨立刻带着阿邦妈妈来到警局 想求火气凌放了阿邦 但老杨在警队混了这么多年 还是个军装 职位不高 说话不响 火气凌不肯卖面子 帮帮帮找另一个顶吧 那个是我的外甥 人人都跟你这样 我不就惨了 抓完又放 放完又抓 我吃饱撑的 火气凌只想交差 至于抓的是谁 他并不在意 但阿邦是家中独子 父亲早逝 母亲辛苦将其抚养长大 老杨作为表舅 不能见似不救 此来想去 老杨决定去找猪油仔 他是谁呀 是个收租的 猪油仔收的不是房租 他是一个中间人 当时的警察和黄赌毒产业之间紧密勾结 但明面上依然要敬畏分明 所以就必须有猪油仔这样的人 定期将这些不法产业的黑钱收归一处 再层层发到每个警察手里 由上到下 人人有份 这笔钱 没人敢不要 不要就等于跟全世界作对 就连反贪污部的警察 也要分一份黑钱 可想而知 当时的警队风起 猪油仔作为徐乐公的帮手 为人极为圆滑 在警黑之间游刃有余 很少有人敢不给面子 对老羊的求助 猪油仔满口答应 但要出口戏弄才行 啊 拜上 就是跟你睡的那个女人的妹妹 跟别人睡 生出来的孽种对吧 猪油仔扬言 既然警察找他这个混混帮忙 必然是要帮的 这番调侃让老羊面露尴尬 猪油仔并不是不办事的人 命人买了几碗粥送到警局 一碗潮粥赤 外加十碗白饭 十碗白粥 很明显 潮粥赤是给阿邦的 至于白饭和白粥 火机灵心知肚明 饭是干的 粥是稀的 想继续吃香喝辣 就选白饭 吃完饭马上放了阿邦 不想放人就选白粥 但要做好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为了名正言顺的放出阿邦 猪油仔转头就去球场找乐哥商量 乐哥自从升任总华看账后 乐趣就只有搞钱和踢球 只要球场上能让乐哥开心 升职加薪 指日可待 五年前 小警察陈细久因为球技好 连着给乐哥三次助攻让他进球 踢完球后 乐哥直接给美人发了三千块奖金 陈细久更是当场被提拔为便衣警察 要知道当时的工资一个月才六百 从此细久便跟在乐哥身边安前马后 看乐哥今天心情还算好 猪油仔主动提了阿邦的事 乐哥这些年抓人放人如家常便饭 不会过问这种小事 随口便打发猪油仔处理 他更关心的是家里老婆过生日 想让细久到家里煮鲍鱼 这些年细久之所以能得乐哥欢心 全靠三个优点 会煮鲍鱼 能传好球 为人仗义 传球字不必说 那是细久的看家本领 而靠着一手煮鲍鱼的绝技 细久如今已被捧上了萧綦湾探长的位置 在外被人戏称为鲍鱼探长 每次乐哥家里办宴会 细久都会去帮忙煮鲍鱼 深得乐哥和太太喜欢 至于为人仗义 是因为细久会帮乐哥掩人耳目 为了让老婆放心 乐哥亲自给细久和阿平举办婚礼 而阿平也成为细久的第一个老婆 从此乐哥和猪油仔等人 彻底将细久当作挡箭牌 一有事就推给细久 至今为止 细久已经有了九个老婆 名下也多了十几套房子 细久明白 表面上自己风光无限 其实永远都是乐哥的狗 看着家里这些只知道打牌 连饭都不做的一群人 细久突然想到 白天在乐哥家里看到的那个女人 女人叫玫瑰 身上有一种充满危险的吸引力 叫乐哥 是为了能参与到乐哥的毒品生意中 想乐哥出面 五分天下 三百万的见面里 其他的和阿博朝周周他们一样 乐哥是个谨慎的人 并没有立刻答应玫瑰 还要等一个机会 黑帮的生意自有规矩 哪怕乐哥也不能任意妄为 到了晚上 细久带着儿子下楼吃饭 竟然又看到了玫瑰 这是乐哥岳父开的饭店 有传言说 当年乐哥竞选总华看涨的五百万 就是岳父出的钱 看到玫瑰和乐哥岳父谈得开心 细久一时间有些吃了 玫瑰的魅力 让细久只觉得浑身发抖 不由自主想要接近 很快接近玫瑰的机会就出现了 一群帮会人士冲进来 看到玫瑰二话不说拿刀就砍 甚至对着细久也没放过 一刀砍过去 细久的配枪被打落在地 只能被人堵在角落里拿凳子苦苦招架 儿子 把枪拾过来 你 你 幸好玫瑰懂枪法 捡起枪果断出手 打死了几名凶徒 随后将枪擦掉指纹 放到细久手里 让细久捞了个大功劳 再次醒来时 细久已躺在九龙医院的病床上 你醒来就好了 你会没两天两夜了 这是细久众多老婆中的老四 相比其他人 老四不打麻将 不乱花钱 也没有抽烟喝酒的恶习 其实老四出身很苦 最初是酒楼的服务员 被乐哥侵犯后 乐哥为了掩人耳目 便将老四塞给细久 而老四跟了细久以后 一心一意 尽妻子的本分 还给细久生了个女儿 是九个老婆里 唯一真爱细久的人 这细久精神恢复的还可以 翻出报纸 哄细久开心 报纸商说 你一个人对付六个劫匪 还把他们都打死了 辣手神探 真好听啊 独油仔带着玫瑰来探望 细久此时才知道 那晚是潮州州的人来搞事 幸亏玫瑰当过兵 枪法准 不然细久这个鲍鱼探长 就得换人了 乐哥正为玫瑰加入的事情发愁 细久的受伤 正好给了乐哥一个借口 为了让玫瑰顺理成章的 在自己手下做生意 乐哥在家里举办生日宴会 将四个大毒贩聚在一起 提出要增加一个招牌 乐哥的话 引起几个毒贩的反对 潮州州是最不分的一个 四个招牌就是四个招牌 不可以有第五个 去你妈的 从来就没有人敢欺负我潮州州 乐哥一杯咖啡泼过去 当场用杯子砸死了潮州 见乐哥说翻脸就翻脸 其余几人也不敢再有意见 新一届四大家族正式达成合作 干掉潮州州后 乐哥在门外看到了火麒麟 火麒麟是一心来混个脸熟的 但乐哥很不愿意火麒麟 出现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 火麒麟是个烂赌的人 平时除了借钱就是借钱 很少有人愿意和他打交道 乐哥等人更是看不起他 不过看着火麒麟妖艳的老婆 乐哥心里还是很有想法的 宴会结束后 戏酒开车带着玫瑰去登风 自从在饭店经历过生死危机后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别看戏酒娶了九个老婆 可她还没真正谈过一次恋爱 玫瑰是第一个让她心动的女人 于是戏酒一改往日胆小谨慎 买了一个大钻戒 大胆追求玫瑰 就这样戏酒正式开始自己的第一次恋爱 有空就和玫瑰出去玩 感情越来越好 而得益于戏酒的探长身份 玫瑰的毒品生意也越做越大 在江湖上的名号越来越响 但玫瑰心里一直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 自从两人恋情曝光后 外面的人都把玫瑰看作是戏酒的第十个老婆 人人都叫她十姑娘 这个名字玫瑰无法接受 戏酒脸色巨变 自己的九个老婆各个不是擅长 玫瑰一人怕是难以应付 果然在大老婆阿平的窗户下 几人抄起家伙准备迎战 想给玫瑰一个下马威 而作为大老婆的阿平 更是作为先锋主动出击 玫瑰抓过阿平 照着手掌就是一锤子 接着将阿平靠起来又是一锤子 阿平被打得口鼻流血 银牙俱碎 众人被玫瑰的气场吓到 站在一旁不敢出声 为杀鸡紧猴 玫瑰掏出一瓶硫酸 逼着阿平喝下去 关键时刻还是老四站了出来 跪在地上求玫瑰放过阿平 老四为人怯懦 但心地善良 玫瑰也不愿为难 扶起老四后 美人发了一条钻石项链 成功摆平戏九的九个老婆 等戏九上楼时 玫瑰已经成为众人口中的好大姐 由于乐哥的贪污帝国势力越来越大 英国已经派出专人整治警队贪污 看到新来的老外 乐哥不但没有起身欢迎 反而嚣张的丢过一个雪茄 自是掌管了全港警察的分赃渠道 乐哥没把新来的英国上司放在眼里 没有猫会不吃鱼 乐哥想用钱把这些英国老全拉下水 甚至放出狂言 如果这个英国老不识去 自己就找人到下医院去告状 通过政府命令撵走这个老外 但人要脸树要皮英国人也不例外 乐哥的狂妄很快引起英国人的反感 再加上香港市民对警队贪污成风的强烈不满 1974年英国政府在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 专门打击政府人员贪污行为 为了树立廉政公署的良好形象 开出高工资吸引大学生报名 而深受黑警压迫的阿邦当即决定报名参加 为了表示对联署第一批调查员的重视 指挥长官严国良亲自带队 教这些新人如何做事 在你们面前充满了威胁诱惑威胁和既得利益者的攻击 我希望大家不要半途而废 严长官告诉大家 这是一条危险的路 联署调查员会被人用最脏的脏话骂 用最严重的暴力袭击 政治随时会被人复仇 在推翻这个贪污帝国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 但总有一天 我们这个招牌一定会得到全香港人的尊重 廉政公署已经成立 但整治贪污非一朝一夕之事 便以警探火麒麟还是喜欢赌钱 在赌场输光后 拿出配枪作为威胁 要赌场老板马上拿一万块给自己 由于乐哥讨厌火麒麟 而黑帮又在乐哥手下混饭吃 所以火麒麟不出意外的被暴打一顿 一瘸一拐的流落到大街上 要多惨有多惨 作为一名身无分文的黑警 火麒麟将目光放在了路边的小吃摊上 看着老板刚送过来的粥 一口老血涂在里面 张口就要500块的医药费 否则就要撤掉老板的夜宵摊 拿了老板的钱 火麒麟也没什么心情在吃粥 一转头 竟然看见自己那个妖艳的老婆 和人打情骂俏 可火麒麟不想其他 此刻只想敲诈一把 看着男人进房间后 火麒麟也拿着枪闯进去 对着床上的男人一顿猛敲 只是火麒麟没想到 这男人竟然是乐哥 乐哥善于倒打一耙 火麒麟面对乐哥气势全无 留下老婆后 一个人灰头土脸的离开 但还是被乐哥从便衣掉去手水塘 由于连署对警员频频下手 很快引起警队方面的反击 放蛇 破油漆 烧宠物 这些非必的手段 把调查员们搞到心里崩溃 眼长官说的没错 连署调查员正在遭受 既得利益者的攻击 就连眼长官本人也没逃过 家里的房子被人砸出一个大洞 见鬼了 这不是连正公署的严长官吗 报警没有啊 你忘了吗 我们就是警察啊 严长官意识到 自己手下这群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太善良 无论如何 是斗不过这帮老油条的 看来恶人还去恶人魔 于是严长官第二天就去了水塘 邀请正在钓鱼的火麒麟 加入连正公署 连署的大学生调查员们需要学习 只有比坏人更坏 比坏人更恶 才能将他们绳之以法 火麒麟本就是个烂赌酗酒之人 警队里很少有人拿正眼看他 自从得罪乐哥后 更是被整个警队排斥 现在连街上的小混混都不怕他 身份 地位 尊严全都没了 可谓是跌到了人生最低谷 严长官正式看到这一点 才对火麒麟抛出橄榄枝 只要你能戒掉恶习 连正公署 是个能让你抬头做人的地方 不如轰轰烈烈 出去拼一会 严长官的话 对此刻的火麒麟来说 无异于救命稻草 第二天 火麒麟衣着光鲜 准时到连署报到 亲自教这些新人们做事 改造过空调和台灯 火麒麟命人 买回市面上所有的咖啡 挨个品尝这几十种咖啡 终于挑出了最难喝的一种 专门给犯人喝的联记咖啡 就这样诞生了 一切准备就绪 就差嫌疑人 而第一个享受 连署新装修的幸运儿 就是猪油仔 我吉林啊 你是连真公手 猪先生你有钱不说话 但你说的话将会被记录下来 将来有可能作为成堂证供 夜晚的大雨淋湿了猪油仔 在火麒麟的改造下 连署的空调很给力 12度的低温 让浑身湿透的猪油仔坐立难安 见猪油仔这么惨 阿邦贴心的送上了连记咖啡 猪油仔冻惨了 拿起杯子就闷了一大口 随即又恶心的喷了出来 猪油仔的惨状 让火麒麟暗自投降 等猪油仔瞌睡到睁不开眼时 正式坐在三角形桌前 开始审讯工作 火麒麟知道警队太多内情 更知道这些钱会按照321的比例 从署长级一路分派到全港警察 有了火麒麟的助攻 连署的调查工作势如破竹 警队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逃得过 乐哥本人更是在马桶上被带走 看到连署如此大动作 戏九终于相信 这次是来真的了 想要带着玫瑰一起逃到国外 可玫瑰压哥和戏九就不是一路人 更别说跟着戏九跑路 没想过跟你一起各走各的路 你不想你不想跟我一起走吗 坦白说不想 玫瑰干脆对戏九坦白 当初和戏九在一起不是什么爱情 只是为了有一个警察罩着 好将毒品生意做大 乐哥脾气暴躁 其他人又不好相处 于是心地善良 人缘又好的老实人戏九 就成为玫瑰的首选 甚至上次在饭店被砍 也是玫瑰派人做的戏 目的只是为了接近戏九 结果潮州州却背了黑锅 被乐哥砸死 九哥你是个好人 你在一起我一点都不后悔 但我不爱你 玫瑰走了 戏九被发了好人卡后大醉一场 醒来时已经躺在老四的家里 这些年戏九来老四这里的次数 屈指可数 可老四对戏九是一心一意 从来都是好好照顾戏九 从不和他发脾气 上次在戏九受伤住院后 老四更是不眠不休照顾了两天 第一次享受到这种一家三口的温馨 戏九觉得自己应该珍惜这种幸福 内心有了和老四长相厮守的想法 此时乐哥已经喝完林郑公署的咖啡 准备召集手下商量对策 乐哥为了掌人耳目 才在球场开会 但连鼠很明白乐哥的小九九 在球场周围安排了好几个调查员监视 由于火七龄的爆料 连鼠接连出招 乐哥党羽被铲除的七七八八 势力不负从前 戏九想劝乐哥和连鼠谈判 甚至是自首 但乐哥现在恨透了火七龄 更生出了铲除连鼠岩长官的心思 当即给了戏九一巴掌 此时的连鼠调查员们 还在小酒馆聚会 多天来顺利的调查抓捕 让众人很是振奋 频频对严长官和火七龄敬酒 这两位职场道路上的引路人 已经成为连鼠调查员们的主心骨 可谁也没想到 这一别竟然是永别 与众人挥手道别后 严长官在路上被一辆货车当场撞死 严长官的惨死让火七龄意识到这是乐哥的报复 回到连鼠后 火七龄情绪极度失控 濒临崩溃 于是上司向火七龄停职 虽然整日躲在家里用酒精麻痹自己 但火七龄还是没躲过去 一个久违的电话 让火七龄也布了严长官后尘 火七龄被老婆骗到尖杀嘴码头 身中五枪 惨死当场 而法院竟然裁定 火七龄是自杀 自己打自己五枪 没人相信 但这已成事实 如今两个主心骨进阶离开 阿邦等人必须尽快成长扛起重任 两周后 英国老亨利同意转作五点证人换取减刑 案情有了重大进展 乐哥要求猪油仔和戏九 跟自己一起走 以免有人留下后对连鼠爆出自己的黑料 可戏九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 自己把所有的钱都交给大老婆阿平 可关键时刻 阿平却携款跑路 夫妻本事同名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戏九的九个老婆 只有老四还愿意留下 看到老四 戏九冲过去紧紧抱着不撒手 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怅然 被老四的怀抱融化 当老四得知戏九的钱都被卷跑后 直接拿出了自己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 让戏九拿着钱放心跑路 自己可以继续打工赚钱养大女儿 只求戏九不要忘了牧里两个 戏九此刻才真正意识到 谁是真情 谁是假意 我对你那么惨 到现在连你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阿梅 我叫阿梅 梅坚韧不拔 谦逊无私 阿梅从来都是不争不抢 默默守在戏九身边 她是真的爱戏九 只要戏九平安 她愿意舍弃一切 哪怕戏九不再是探长 哪怕戏九什么都没有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行 这份真心 让戏九生出留在香港的念头 前往码头的路上 偏偏车子又坏了 于是把这看作是老天给自己的暗示 在开船前 对乐哥提出留下的想法 会求乐哥放过自己 戏九不想去国外 只想进去坐几年牢之后 出来重新做人 为了说服乐哥 戏九坚称自己只会认自己的罪 绝不会向连署出卖乐哥 但乐哥不信 拔枪就要干掉戏九 如今乐哥已经垮台 戏九不想跟着流亡海外 你这些年把我的狗使唤 我忍了 你给帮我剩下的一点点希望 住他走好不好 趁戏九不备 猪油仔趁机绕到身后抱住戏九 如今天下已经变了 乐哥也不敢随便杀人 只能打晕戏九让手下挖坑埋了 可戏九只是轻伤 很快便清醒过来 瞅准机会 一把将猪油仔拉进土坑 随即开枪打中乐哥 攻守姿势转换 乐哥终于怕了 戏九 我保证我去了国外再也不回来了 戏九啊 我求求你 你放我一马呀 戏九只求自保 不想杀人 目送乐哥离开后 也没有再对猪油仔下手 而是捡起包袱 转身向家的方向跑去 他要去自首 要去认自己该认的罪 圆滑的猪油仔最终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咦 宰哥 原来是你呀 老杨带着连署发布的拘捕令 要将猪油仔捉拿归案 可猪油仔突然想起自己帮老杨救出阿邦的事 想以这个人情为条件 求老杨放自己一马 我老婆的妹妹跟男人睡生出来的孽种 这次就是那个孽种出拘捕令要抓你 自此 所有涉及贪污的警察被连署一个个拘捕 这样的形式导致警队人人自危 因为警队上下几乎无人不贪 如果秉公执法 所有警察都要坐牢 于是在1977年 大批警察冲击廉政公署 打砸连署办公场所 对连署调查员大打出手 甚至还有极端者提出 要全港警察罢工三天 令治安真空 为避免更大事端 港都紧急联系英政府 要求颁发局部特赦令 对1977年1月1日以前 未被检控的警员不再追究 但在此之后 再出现贪污犯罪的警员 一律严惩不待 这样的处理方式虽不完美 甚至是对贪污的纵容 但总算平息了 香港警队与廉政公署的冲突 最终 戏九被判了四年 朱友仔被判了五年 亨利因为转做污点证人 只判了十个月 在监狱里 戏九认真改造表现良好 终于在三年半后提前出狱 看着来接自己的阿梅和女儿 戏九此刻才真正感受到 一家人为何要整整齐齐 至此 那个黑暗的贪污帝国 终于土崩瓦解 在我出狱之后 香港不敢说没有贪污 但是至少 没有以前那么明目张胆 夯行无忌 贪污帝国 从此不复存在了